各位同學,我們上課了 各位同學,該做好了吧 那我們再繼續我們上次講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固定的磁場 我們有一個固定磁場是V0 然後我們把坐標Z軸 坐標Z軸選在磁場的方向 上次我們已經解過Iron Spin 跟Iron Value 就是Habbington的Iron Value 那我們現在有兩個 一個是 我們上次有兩個 這是Iron Spin 就是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有兩個Iron Spin 一個是正1 在上面我們叫自旋向上 一個我們平常講自旋向上 這是自旋向下 然後它的Iron Value 一個是負的H8O 一個是正的H8O Omega 0 那Omega 0 我上次跟 我再寫一次好了 那我們現在有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問題叫做 在起始狀態 在T等於0 在T等於0 在T等於0時刻 我們起始狀態是這個 那我們上次 我們上次上課 我們已經解出來 Fy0是這樣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上次解出來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不需要知道 By T 我們要知道 怎麼樣 我們知道時間 隨時間的變化 我這邊寫一個這樣好了 E plus 那還繼續的 我們如果知道一個波凡數對 或者知道一個狀態 我們如果要知道它隨時間變化 我們該怎麼做 這是我們解出來的起始條件 這是起始的狀態 那我們知道起始的狀態 我們要知道隨時間變化 該怎麼做 我上次上次跟你們講過 我們知道 我也跟你們複習過 這要等著什麼 我們要把它分解成這兩個狀態 By T可以解成什麼 二分之一 10加上 就是這個 這樣會嗎 我們分解成它個別的Igonstate 對不對 Harmintone也好 不要忘了是Harmintone的Igonstate 要記住是Harmintone的Igonstate 我們把分解成Harmintone的Igonstate 我們把分解成Harmintone的Igonstate 我們這些分解以後 這該怎麼寫 對 個別的係數 這要承換什麼 對 exponential 對 什麼 I 然後怎麼樣 10 不是 eigenvalue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eigenvalue在這裡 然後 T H bar 這是我們以前所學的 再加上 再加上 二分之一 01 然後怎麼樣 它的I根本是這 I 負的I 然後E 可能寫倒過來 OK 那這是I 然後pub minus OK 你們這邊改過來 這改過來 OK 然後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所以我們就 YT 所以等於是根號2 這變成什麼 這帶進來 H bar H bar跟H bar消掉 所以變成Omega 0 T 然後再加上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我們這個可以把怎麼樣 我們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就等於是根號2 OK 這樣會了嗎 OK 好 所以我們已經得到怎麼樣 我們已經得到那個 那個 狀態 或者 隨著時間變化 好 那我現在給 我現在給你們自己 各位回去再自己 想想看 我如果把它換成SY的話 你們會不會做 我如果把它換成SY 會不會做 你就把我們上次上課 把SX的那個 矩陣把它換成怎麼樣 SY的矩陣 那我們下一步要知道 我們下一步要知道 就是說 自選它到底怎麼樣運動 怎麼樣隨時 隨時間怎麼樣變化 對 我們就要取取換子 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是 就是 自選三個分量 自選三個分量的取換子 自選三個分量的取換子 那這是 這是2乘1的矩陣 我們左邊的話變成什麼樣 1乘2的矩陣 那不要忘了 這是要共惡夫數 所以 所以這共惡夫數多少 i 我們要提 然後 然後 2分之1H bar 然後SX呢 0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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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容易算 這是 就是 2乘2的矩陣 所以很容易算 算算的結果是這樣子 所以 2分之H bar 然後 cos 2倍的 ω0t 你們不用我詳細寫吧 對 這很簡單 很簡單的運算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如果把它 都抄到沒有 好 我們把它換成SY 我們把它換成SY的怎麼樣 SY的矩陣 那算出來結果變成這個 變成Sine函數 一個是 剛剛SY SX是cosine SY呢是Sine 那如果是SZ呢 SZ 這邊SZ 1 1 0 0 負1 所以結果是多少 這結果是多少 多少 先算一下看 是 蛤 沒有 這層上這個變成 就拆個負號 這邊拆個負號嘛 然後再跟這個相成 剛好怎麼抵消掉啊 所以是多少 是0 這樣知道自拳怎麼動了 所以你看自拳怎麼運動 怎麼隨隨著變化 繞圈子 在SY平面繞圈子 頻率是多少 兩倍啦 頻率是兩倍 Omega0 這樣會嗎 它是 所以 所以一個電子 一個電子 在均勻磁場中 我再講一次 一個電子 在均勻磁場中的話 它如果起線是在X方向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繞圈子 那繞圈子的頻率是兩倍的Omega0 這樣會嗎 反正 有個名稱叫怎麼樣 叫Precision 你別學過嗎 你在歷學應該學過嗎 歷學有這名稱啊 你學過嗎 就繞圈子的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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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學個陀螺有沒有 對 我不曉得怎麼辦 這樣會 會了沒有 所以這一部分會了沒有 那如果起線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自己試看看 把它改成Y 把它改成Y 你自己可以自己 再做問看 怎麼運動 好的 然後下面的問題 下面我們要討論的 是你們的實驗中的一個 叫做EPR 這個都插到沒有 這電子的順序共振 這是你們實驗中的一個 這是E嘛 一些從P是Paramagnetic Resilance 共振 對 有時候也稱之為ESR 也有叫做ESR ESR就是把中間改成Spin 把這個改成自選 或者 我這樣學好了 這兩個是相同的東西 這兩個是相同的東西 這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主要的儲藏 主要儲藏是固定的 就固定的是主要儲藏 另外還有一個小磁場 我這樣寫好了 這是交流的 知道交流有什麼意思嗎 這是直流的 這是交流的 所以這次加的是直流電 這次加的是直流電 這是交流電 這是交流電 所以它是怎麼樣 它是cos函數 我們可以選擇它在怎麼樣 在X方向 這是在Z方向 我們把座標 把座標的Z軸 選擇在主要儲藏的方向 那這是跟它垂直的 這是跟主要儲藏 跟這主要儲藏 吹死的一個小 一個小磁場 通常這個磁場 比那個B0要小 小很多 比較微弱的磁場 那這Omida呢 Omida是你的訊號產生器 你們做實驗 有訊號產生器 訊號產生器的磁場 的頻率 這是訊號產生器的磁場頻率 我這邊寫個交流 就隨時性變化 在做 其實就是懸坡 這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實驗室這樣做的 我們實驗室這樣做 如果 假設電子起線的自旋 是在這個方向 起線電子在那個 我們叫自旋向上 如果起線磁場 電子的自旋是自旋向上 然後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它有多少機會可以跳到下面來 就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變成怎麼樣 變成自旋向下 它改變的時候 要怎麼會吸收能量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叫共振 但不是所有 至於有多少機率 它從自旋向上 變成自旋向上的話 是決定你這個頻率 決定你訊號產生器的頻率 那我們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頻率 訊號產生器的頻率 調到什麼情況下的時候 會產生共振現象 所以共振現象就是 它首先是自旋向上 突然怎麼樣 會有很多很多 很大的後覽率跳到下面來 轉到自旋向下 那我們要算這個後覽率 這樣知道我們要做的問題了 怎麼樣 沒有啊 共振頻率是決定也逼領啊 共振頻率是決定也逼領 也有決定 決定這個跟決定這個都有 對 我們如果算出來就知道了 對 好 那我們要解這個問題 要解這個問題就是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用那個 因為 我們知道電子自旋 電子的磁局 這是我們電子的磁局 我們在上一節課講過了 然後我們知道 Hymetonium 電子的磁火局跟磁場的交互作用 我們上次寫過 我們上次寫過 這是磁場嘛 就是他磁火局點成磁場 但我們現在磁場有兩個 我們磁場有兩個 所以兩個都要加進去 所以等於是這個 一個是主要的磁場 V0 對不對 這是主要磁場 還要加上怎麼樣 將交流的磁場 交流磁場是在 我取它在 取得在X方向 OK 那我們再把這個帶進來 我順便就得到 等於是 1 G H-bar 對不對 這邊有個負號 這邊有個負號 跟這個負號怎麼樣 消掉了 所以變成正號 所以我們有兩項 一個是這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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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 1 G H-bar 然後這是V0 然後性 J 就這 這點成K 所以是性 J 再加上 1 G H-bar 然後V1 然後cos Sign 都擦了沒有 後面的同學 都擦了沒有 然後這係數 我們把這係數簡化 我們把這係數簡化 我們就寫成這樣 Omega 0 Omega 0是這個 這是Omega 0 我們要簡化 簡寫 把這係數 把這係數解成Omega 0 這係數寫成Omega 1 所以我就得到那個式子 這樣我們的式子就可以簡化很多了 對著還有cos 這邊還有一個cos cos 我沒把它提 那我們可以把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樣 把這個矩陣 Sigma Z 跟Sigma X的矩陣 我把它帶進去 所以我們就得到 H-bar C-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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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它寫在這邊 就是右邊 所以我們叫 一個是H-bar 把H-bar提出來 H-bar提出來 然後怎麼樣 Omega 0 然後在右邊呢 沒有這邊是0 這邊是0 所以沒有 OK 但後面有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 好 我們就得到這樣的簡單 比較簡化很多了 OK 那我們下一步要解什麼 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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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等於I H-bar 對不對 然後再 然後等於是 OK 所以這是我們的修理 這兩個係數呢 就這個spin就是我們要解的 它要滿足怎麼樣 要滿足這個矩陣的方式 首先我們看 這邊有一個H-bar 這邊有一個H-bar 所以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掉 所以我把它擦掉了 所以我們看 怎麼樣 這是Omega 1 下一步呢 我們是要解這個 解這個矩陣的方式 所以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Long 左邊啦 左邊變成是I的 I的Long 其實我們把它改成DT的 好 這邊我把它改成DT 知道為什麼我可以改成DT 知道為什麼我可以改成DT 因為它主要 主要的時間 時間的變量 好 那下一步我們 個別像 個別像 要相等 所以我們知道 I 要等於右邊的 我們看右邊的 我們看右邊的 右邊是什麼量 對 這一排乘上這個 Omeg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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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一些數學技巧 我們首先把那個變量 把Alpha 跟Alpha Plus 跟Alpha Minus 我們換成另外兩個變量 這樣比較好解 我們做這個轉換 有時候都擦完沒有 我們將上面這個 我們將上面這個 相對時間為分 這邊擦了 這第一相 第一相是對這個的為分 第二相是對後面這邊的為分 有沒有問題 那你們看 這邊是I乘上I 這變成什麼 I平方變成負的 變成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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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寫了沒有 那我們再把這個帶進來 對不對 我們再把這個帶進來 我們再把它帶進來 所以你們得到什麼 Omega 0 這是Omega 0 對不對 這一下 Alpha plus 再加上 Omega 1 對不對 我用大發火 對不對 就是那一項 好 就是那一項 然後後面再剪掉這一項 但這一項 這個可以怎麼樣 可以提到前面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後面 所以是負的 Omega 0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們看這一項 這一項跟前面這一項怎麼樣 這負的前面是正的 所以怎麼樣 消掉了 對不對 所以剩下什麼 剩下這一項而已 這樣可以了嗎 剩下這一項 所以我們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那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要全部改成A的 我們要全部改成這個 所以我們怎麼改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我畫的那個綠色 綠色的框框裡頭的量是什麼 就是左邊那個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寫 Omega 1 cos 從這一步 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應該沒問題吧 這是兩倍嘛 所以消掉了 所以是等於這 那下面我們要做一個 視學上的 一個特性 要利用視學上 對不起 要利用視學上的特性 我們知道cos cos 就這一下 這在乘上這 我們叫cos 可以寫成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變成兩項 所以有兩項 二分之一 然後I的 Omega 加上兩倍 Omega 0 對 然後加上另外一項 I 然後兩倍 Omega 0 減掉Omega 都超了沒有 你們這兩個函數 這都是懸坡嘛 都懸坡對不對 你想想這兩個懸坡有什麼特性 我一次不是指那個 這是兩個頻率相加 這是兩個頻率相減 所以這是高頻 這是低頻 一個是高頻 一個非常高的頻率 一個是很低的頻率 如果Omega很接近它的時候 這個頻率是怎麼樣 非常小的頻率 那高頻有什麼特性 我們把它想像成趨勁無限大 一個頻率趨勁有大 懸坡變什麼 應該沒有學過這個 沒有學過這個嗎 這是1cos 你們要記住這個特性 這兩個都一樣 要記住這個 這是數學上的一個特性 當頻率趨勁無限大的時候 這兩個函數趨勁一點 為什麼趨勁一點 因為正負都怎麼樣 都抵消掉了 我畫一個圖了 有正有負都怎麼樣 都抵消掉了 這樣會了嗎 就正的頻率趨勁無限 於是人道 比方說這個見格怎麼樣 正跟負的見格怎麼樣 趨勁一點嘛 這樣清楚嗎 正的跟負的見格趨勁一點的話 比如它怎麼樣 正負都抵消掉了 這樣會了嗎 這是很重要的數學特性 當然我們現在不會高到那個頻率 不會高到無限大 但是它的極限是這個 所以這一項跟這一項比起來可以怎麼樣 可以省略掉 所以我就畫一個禁事符號 我畫一個禁事符號 那這一項相對這一項可以省略掉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樣清楚了沒有 那我們把這個帶到那邊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好 我就不用改寫一個禁事符號了 對沒有 OK 你看這邊 你看這個等式 左邊是 A加的 大寫的A加的 時間微分 右邊是正比怎麼樣 A減的 大寫的 大寫的A減 A減的 時間的函數 都 都寫沒有 然後你用相同方法 用相同方法你可以得到倒過來的 都抄了 OK 這樣會嗎 OK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把這個問題解出來 OK